卓西乡一位卓先生把原本女儿要网拍的铜鞋400双 转赠给吉安乡公所 希望能够分送给更多有需要的幼童来使用 而乡长游淑珍也特别感谢民众的热心 他表示这批铜鞋将转送给幼儿园的小朋友 要让物尽启用 吉安乡一位卓西民众把原本他女儿要进行网拍的 400多双可爱铜鞋转赠给吉安乡公所 乡长游淑珍特别颁发感谢状 也表示会把这批鞋子分送给乡亲内有需要的孩童来使用 快乐成长幸福学习 谢谢我们的乡亲满满的爱 致政了400双的铜鞋 我们相信要给孩子们健康的成长 茁壮的稳定的一个抓地力 让我们学习乐活蹦跳 在每一天我们希望善尽发振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让我们的孩子们接受到幸福快乐洋溢的一个成长的鼓励 跟成长的祝福 吉安幼儿园园长赖花美也亲自整理鞋子的尺寸 考量要如何来妥善运用 目前是相应的这边可能就是拿取一些 送给小小班跟小班的小孩子 那剩下的我们给社会课这边 社会课这边那我们可能有一些幼儿园 他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全部就是捐赠给幼儿园 或是社会课这边做一些散心的处理这样子 乡长游树真感谢有这么多社团 宫庙和个人热心捐赠各项物品帮助地方弱势 相公所会善进转介平台功能 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及时领取到这些实用的民生物品 介络会吉安相报导